《新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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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其實大概畢業之後 我就加入了台灣Yahoo 那時候大概在裡面做了 接近三年的工程師 其實Yahoo是一個非常好的大公司 也是一個非常好的環境 但你做久了就會發現自己 其實還是希望說 在三十歲之前可以做一些 自己真的自己想做的事情 所以我希望能夠透過軟體的服務 去影響到世界上的很多人 對 有一些陷阱 雖然在這邊服務 跑完之後就可以 跑步到Live跟Message 對 沒錯 這麼酷喔 對 哈囉 大家好 我們是Bob Bonnie 在今年情人級的時候 黃康自行的官方的粉絲頁 上面有這樣的一則貼文 那透過引導粉絲 在這個貼文下面 卻留下他們的遊遞區號 一旦這個粉絲留下遊遞區號之後 聊天自信 便會主動地透過Messenger 去發送一則客製化的手寫情書 我們成功地讓這一則貼文 它的自主觸及數 提高了226倍 我們第一個做的題目是一個 揪團瘦身的一個APP 那其實 以工程師的角度來看 我們自己覺得這個產品做得還不錯 它的功能啊 它的UIUX上面是很流暢 然後其實也有蠻多的用戶喜歡我們這個產品 但是從一個商業的角度來看 這個APP沒有辦法持續地產生獲利 所以我們大概在做了八個月這個產品之後 我們就決定要換題目 那在換題目的時候當然是非常痛苦的 因為畢竟你也是辛苦 把一個APP從零到有打造出來 那你自己其實對那個產品的想法是滿意的 可是卻不能帶給你營收 卻不能維持你走下去 我其實那時候有很大的衝動想要回去工作 因為我有點習慣大公司那個穩定的環境 其實心動團隊一直都會在碰到問題 每天可能無時無刻都會有新的問題發生 不可能是路是這樣子 它的路一定是這樣這樣這樣 在這樣這樣這樣的過程當中 會遇到非常多的麻煩跟挫折 那你有沒有那個能力繼續撐下去 遇到困難的時候怎麼解決怎麼度過 所以這都需要一些個性上面的特色才能夠持續 謝謝 panel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